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昨天我做了一个视频 是讲这个安华应该如何 趁着这个能吉利补选的大胜 然后趁胜追击 然后我视频里面的内容就是说 现在安华应该重新部署了 如何拉着巫统的手 去慢慢收复那些回教党跟图团的地盘 ok 我出了这个视频过后 我从留言区里面 我看到蛮多争议一下 当然有部分是支持我的 然后有部分是反对我的 而且他们反对我的理由 那些国门马化枪手就不要讲了 ok 一些不是国门马化枪手的 他们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 他们怕这个做法会不会养大了 这一个巫统 现在巫统是半死不活在那边 你如果突然间你给他复活回来 然后还把他养大 等下他到最后会不会又恢复回以前 那个国阵的那一头超级巨兽 然后吞噬掉你整个西盟 ok 在这里我必须要承认 就是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 就是一屋至一 的确是一部险棋 有它的风险我承认 而这个风险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些网友所表达的忧虑 但是可以一步一脚印的去弱势它 而且它其实是有一个局限有一个天花板在那里的 你很难越过那个天花板的 ok 我今天我就一点点跟大家分析了 ok 我先说了 本来我是没有期望会有以物置以这样的局面发生 因为在过去119以来到现在看到这个巫统真的是每况愈下 觉得好像是一条不归路 觉得它越来越像马华了 ok 一点复苏的迹象都没有 觉得这个马来人对这个巫统的支持力量 就好像当年华人对马华的支持力量从来不回头 但是这个能及礼补选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转机 看起来好像马来人可以重新接受这个巫统 但是不多 ok 绝对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种状态 ok 这一点就跟马华有一点输入了 ok 所以呢 本来以前巫统是应该要被看到死死的 现在仿佛看到有一点可以操作的空间 这个是重点 他有一点可以操作的空间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毫无疑问的 只要巫统还有操作的空间 他绝对是那一个最佳的人选 去制衡这个回家党 为什么呢 ok 比如说了 现在呢 你如果只是这个西盟对垒国盟 在马来人的眼中 就是火箭对垒回家党 你是马来人 你要怎样去背叛回家党 你要怎样去支持火箭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马来人 左手火箭右手回家党你要怎样选 不用想都知道了 一定是回家党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用火箭去制衡回家党 你要制衡到后年马业 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你制衡的目标 所以呢 你会想到不实际 然后如果我们要走一条short cut 我们要用一个替代方案 是可以制衡回家党的 这时候呢 巫统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本来我是已经看死巫统了 但是最近看巫统有点生机 所以希望他还有一点操作的空间 所以呢 现在我们把火箭移走 把西盟移走 我们推这个巫统出去 现在对于马来人来说 他们的选择变了 之前是火箭对垒回家党吗 西盟对垒国盟吗 现在他们的选择重新回到了 巫统对垒回家党 这时候对于马来人来说 又不同讲 巫统对垒回家党 我要想一下 之前火箭对垒回家党 不用想 这个巫统对垒回家党要想一下 我讲这个不是车大炮 能机理补选已经证明了 所以这时候 巫统是不是有一点机会 可以从这个回家党手中 抢回一些地盘 所以我这一段论述 我就是要解释了 为什么用巫统 来制衡这个回家党 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做法 之前我是看死巫统 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所以我也不抱希望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还有一点操作空间 至少比马华强 所以 我再重复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用西蒙 来制衡回家党 在马来选民那方面 no where 不可能 但是你用巫统 去制衡回家党 有机会 有操作空间 希望你们明白我这一个理论 然后我进入第二个理论 就是 你们所担心的地方 就是 这个巫统等下被养大了过后 然后呢 会不会反过来 吃回你这个心吗 我告诉你 有个天花板的 巫统本来我们看他都是 嫌疑一条了 现在他只是 开始翻身罢了 开始翻身罢了 不是又重新变成大百杀 他的程度还相差很远 而且呢 以现在的巫统来说 我觉得他身上所肩负的使命 就是 你可以 拉走回教党 10% 20%的马来票 已经是很厉害了 我们现在根本都不可能期待 巫统可以吃完整个回教党 这就是你们所担心的东西 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 根本不可能 现在我只是希望这个巫统 可以吃掉这个回教党 10% 20%的马来票 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已经是天花板了 真的是天花板了 然后 我现在也只是希望这个巫统 可以收复这个回教党 可能是个位数 或者是10多20个一席 已经是很好了 已经是天花板了 已经是一种妄想了 老实讲 他可以收复一个10个国会议席 20个走一席 已经是天花板了 而且我觉得也不可能达得到 我对巫统能走多远的设想 就是这样吧 你拿一个10多28千的马来票 你打多一个10个国会议席 20个走一席 够了 你也不可能有本事在向前走 这个是我看到的愿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看到一样的东西 OK 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个巫统会跑太远 老实讲 所以按照我刚才的论述来说 这个巫统 他不需要跟这个西蒙融合在一起 真的是不需要 而且反过来 他在这个团结政府里面 他必须要保持一个独立的存在 就是马来社会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 这个巫统跟你西蒙 只是暂时的盟友关系 而不是连在一起的那种 OK 随时可以脱离的那种 你只有保持这种状态 马来社会才可以放行的支持的巫统 但是这个放行有个天花板 我刚才已经说了 而西蒙这边也不用太担心 这个团结政府毕竟大股东是西蒙 大股东跟小股东 其实还是相差很远的 所以不需要太过担心 这个巫统会以反客为主 第一 你也走不了太远 第二 等你真的是走到太远的时候 最多我们再分家罢了 OK 整体上来说 我们要达置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 这个巫统 你可以拖住这个回教党 可以拖住多少就拖住多少 我不期待 你可以一口吞完整个回教党 你可以拖它一点点就够了 而且我告诉你 你现在终关整个马来西亚的选情了 现在团结政府只掌握了30%的马来票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团结政府可以掌握35%的马来票 基本上 不用担心这个政权 这个政权是稳稳在手里的 如果团结政府可以拿下40%的马来票的话 差不多是天下无敌了 OK 除了北马四周 应该北马四周以外的地盘 全部会拿到弯弯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的马来票 加多一个10多20% 就天下无敌了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